今天的都市现场五间版您将看到 围墙边常年堆积大量建筑垃圾 味道难闻 吉南筹判我帮你办 都市频道我为群众办实事 直播小分队来到现场 和有关部门一起解决问题 稍后为您带来电视加网络 融为大直播 企业直排废水 村民担心地下水被污染 环保设施未到位 却一直在违规生产 系列报道 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曼甲雍散播出后 宜春高安市立即进行整改 坚决处理履职不利行为 在学天教育报考专生本 承诺包过结果没过 培训机构会作何回应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追问真相 以企业月薪四万招人 去非洲养鸡 引无数网友跃跃欲试 活主拍女孩 削甘蔗哭泣视频 引网报 女孩本人回应澄清 加油收藏 来到辅州市博物馆 贯通东西 古丝绸之路货币展 正在展出 今天看到的是 当年古丝绸之路上 新疆于田国货币 县城一段100米左右的道路 没有硬化 路面坑洼难行 您的烦心事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跟你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间版 中午好 这里是准时为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五间版 我是郭凯 欢迎您的收看 今天是2023年的 2月24号星期五 南昌市民肖先生 跟我们反映说 他们家住在西湖区 二七南路 附近有一堵围墙 边上是常年堆积了 大量的建筑垃圾 不仅是影响市容 而且还臭气熏天 所以肖先生找到了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帮助 联系有关部门 把这些困扰 他们多年的垃圾 能够清理掉 在今天早上 我们直播小分队 也就来到了 肖先生所说的现场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连线 干问我为群众办实事 直播小分队的记者李文俊 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 今天能不能把这个问题 给他解决掉 你好 文俊在现场了吗 把时间交给你 你好郭凯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都市阿直播的 各位网友 大家中午好 我现在来到了 我们反应问题的肖先生 所说的 百利家商柱楼旁边的 这个临时停车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临时停车场 旁边是停了很多的公交车 以及部分社会车辆 而肖先生所说的这个垃圾啊 就在我身旁的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临时停车场 不仅仅说影响到了 百利家商柱楼 在这旁边呢 还有我身后的这个 金辉家园小区 和旁边这个龙昌小区 其实他们呢 是三面都临到了住宅小区 所以说对附近的居民呢 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 刚刚在直播之前呢 我也深入到了 正在托运垃圾的 这个整个的垃圾厂里面 去看了一下 确实像肖先生所说的 走近一闻呢 确实味道特别的大 特别重 那么今天的天气 是非常寒冷的 那么如果天气 再炎热一些的话 这样的味道呢 可能就会对这边居民呢 产生更大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来电话联系一下 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肖先生 他呢因为工作原因 现在不能够来到现场 我们来问问他 这样的垃圾 对他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 喂 喂 能听见吗肖先生 喂 喂 您好 喂 喂 您好 是肖先生是吗 对对对 您好 我是那个江西都市频道 我为群众办事室的记者 李文俊 我现在来到了 那个垃圾堆的现场 您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这个垃圾啊 对你会带来哪些影响 生活中 那肯定的 那个地方的话 长期堆的垃圾 味道挺难闻的 所以您希望怎么样呢 那肯定有关部要清理的 您现在希望把这个长期堆的垃圾清理干净 是不是 对对对 好的 那么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当地的执法队 他们也请到了相关的车辆来到现场 现在也正在清理现场的垃圾 这样子是吧 嗯嗯嗯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嗯 好嘞 那我们那就先这样 好 好 拜拜 那可能是因为这个 肖先生一个工作 比较忙的原因 还有这个信号呢 似乎也不是太好 我们呢 就来现场啊 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其实 在我们来到现场之前呢 这个地方已经运走了两车 这样的垃圾了 在我们一联系到当地执法队的时候呢 他们就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车辆来到现场 并且执法队还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今天即使不找到他们呢 他们也一样的会来清理这些垃圾 我们来看看这些垃圾在这堆放了多长时间 为什么会堆这么多的垃圾在现场 我们也来问一下哈 这边执法队的孙队 孙队 哎你好 我们想问一下哈 像这个垃圾啊 在这有堆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时间不到 我们大概是17号开始堆的 17号开始堆的 这个地方好像之前也是说 这个地方专门腾出来 就是堆放垃圾的是吗 呃 这个地方就是往年哈 一直是我们一个就是大建杂物 它跟生活垃圾这个可能关系不大 生活垃圾的其中一种大建杂物的一个对方点 你像沙发呀床啊都居民废弃的一些这个建 呃建筑材料家具这些东西 然后在去年大概六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理 因为确实对这个周边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可能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其实主要是对哪些居民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呃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两边 一个是近辉家园 一个是农场小区 这两边居民 特别是近辉家园 因为从感光上来看 可能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感光就不太好 显得比较杂乱 那么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我们就把这两块场地全部都已经做了全面的清理 然后用于就是收缴一些这个无牌电动车啊 像共享单车没有规范停放的 企业又不处理的 我们会把它收缴起来 放在这个地方暂存 我们来沿着这个孙队跟我们说的这个方向哈 走过来 其实呢它是分为两个区域的 两个区域 对 呃在旁边那个区域呢 现在我们也能看得到哈 我们先过去看一下 现在灰尘比较大 他们正在清扫 我们在这个镜头扫一下 这一边呢 其实共享电单车呢 摆放的是十分整齐的 这个区域就是专门用来摆放收缴回来的共享电单车 而且平常呢 好像这个尾档这个门也会关起来是吧 对对对对对 其实两块区域我后来都是呃作为这个电单车收缴的战存点 那么只是因为这一次哈 我们在这个南战辖区全辖区开展了一次就是这个消防通道大整治的活动 因为有很多区民呢 把它的一些家里的废弃物都堆在楼道里面 一个是影响了这个消防安全 第二块也确实和我们创建文明城市啊 这样工作啊呃背道而驰 所以我们开展了为期十天的整治 那么整治下来因为这个量还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没办法直接通过这个小型的垃圾车送到销纳厂 所以我们在这里暂存 这个其实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暂存点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现场因为在清爽呢灰尘也比较大 但是呢走近一看着里面呢 还是确实东西很多 而且我们已经运走了好几车 但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垃圾 呃就像您说的哈 其实是一些大件啊 我们老这小区的一些生活大件丢在了这儿 但是实际上可能也有树叶啊什么的 所以气味呢可能还多多少少 有一些这样的味道 今天天气还比较冷 如果热的话呢就 呃这个对于两边的居民来说 影响就会更大一些了哈 嗯对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整治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就及时派车赶紧清理 把这个对居民的影响啊降到最低 嗯这个好像是说整个南战街道 所有的社区的这些清理出来的楼道垃圾 全部都已经堆放在这个位置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南战街道一共有一万七千多户居民 嗯嗯 基本上那个清理的楼道这些杂物 全部对在这里集中对方 嗯嗯嗯 大概时间就是十天左右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清理了 那么这个清理工作应该就在这个 这个清明两天呃最晚后天能够结束 嗯两到三天我们这所有的垃圾都可以清掉 那么大概要清多少车 你们之前有预计过吗 呃应该在三十车左右 二十到三十车 二十车对二十到三十车左右 嗯两到三天的时间 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向这个所有哈 在电视机前还有网络上的观众 尤其是住在我们这个小区旁边就是百利家小区旁边 还有这个金辉小区还有这个龙昌小区的这个居民呢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那么这边的垃圾呢会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 尤其是像这个金辉小区因为楼洞比较高 那么如果从他们的阳台上的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呃比较乱糟糟的一个垃圾场 那么告诉大家这个垃圾在两到三天之内呢就会清理干净 但是我听好人孙队说呢 这个地方因为作为一个长期的街道的呃垃圾的临时堆放点 可能日后还有可能会往这堆是吗 呃在不进行这种大型的整治活动 我们这边应该是不会堆了 呃这边旁边居民也应该清楚 大概从去年六月份开始我们这里没有堆过垃圾 只是这十天我们在做集中整治 垃圾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只能在这里暂存一下 所以像居民所反映的说 长年其实以前也是堆了 但是你们也会进行清理 对会清会清 这个一定会清的 不仅放在这里也会影响消防安全 所以我们也是会有专人把关 然后把门关好 然后等到这个整治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会立即把这些垃圾全部清理干净 全部清理干净 那像您说的 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清理活动 这还是会作为你们街道的一个临时堆放铁 但是在堆放之后 你们也会尽快地把这里清理干净 对对对 我们也会这个提前跟居民也打好招呼 做好解释工作 那像这边 尤其是这两边的居民可能影响会很大 像社区 他们是不是也会上互反应 好像说这边的小区的居民 也有向你们进行过投诉 有有有 所以说我们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基本上在这里没有堆过 没有堆过一点垃圾 只是这一次确实这个量比较大 我们以后也会那个做好居民的解释工作 把这个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 包括我们这边的垃圾 是不是要进行一个杀菌消毒 尤其天热的时候 如果一堆的话 像这种气味肯定是很难遮掩的 所以说一个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堆放的垃圾的类型 第二个是不是要做清扫 还有这个消杀的这个工作 第三个我们尽快就可能要清理掉这些垃圾 会会 这个一定会 我们把清理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进行一次消杀 这个请各位居民放心 好的非常感谢您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 觉得特别的欣慰 就是我们一联系到相关的执法部门 他们立刻就派出了这么多的车辆 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清理 行动力可以说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以后 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 在我们先不介入的情况下 我们的相关部门就能够早早的 把居民的这些后顾之忧给解决掉 那么我们在此也是非常感谢 我们的街道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一方面的是真正的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里了 平时呢也会上户去做老百姓的这个工作 当然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整个的清洁 还有这个大整治啊 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作为政府单位呢 当然要把老百姓放在自己的心坎上 咱们能够尽量多的为老百姓着想 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呢 咱们也会多多支持政府的工作 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好的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 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演博士 好的谢谢文君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全省的最新天气情况 各位中好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 昨天开始我们进入到了八九 熟九歌里唱到八九宴来春又近 这个时节春回大地生机萌顿 南部城市中像赣州市和吉安辅州两市的南部 已经入春 其他城市可能要等到三月 才能陆续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 在等待春天的日子里冷空气频繁来袭 很容易打乱大家的穿衣节奏 今天早上八点全省的气温平均为七点六度 加上空气箱的湿度很高 湿冷感非常明显 午后的最高气温 干北十到十一度局部八度 干中十一到十三度 干南十五到十七度 今天白天干东北还有些零星的小雨外 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 五省将会迎来连续的情好天气 好了 最后来关注各社区是天气 南昌多云六到十三度 九江鹰展多云三到八度 福州鹰展多云六到九度 景德镇鹰展晴四到十一度 鹰潭鹰展多云六到十一度 上饶小雨展音四到十度 宜春鹰展多云四到十一度 平江鹰展多云四到十一度 星云应展多云五到十一度 吉安阴七到十一度 干州应展多云七到十四度 以下是部分 先是趋天气 稍后您将看到 企业直排废水 村民担心地下水被污染 环保设施未到位 却一直在违规生产 系列报道 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曼甲雍散播出后 宜春高安市立即进行整改 坚决处理 履职不利行为 在学天教育报考专生本 承诺包过 结果没过 培训机构会作何回应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追问真相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驱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博翠忠药 向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都市现场五间版 我是郭凯 来关注今天的 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曼贾雍伞 系列报道 在2月3号播出的节目当中 我们报道了 宜春高安市龙潭镇 一家企业 长期超标排放废水 孙明多次反应 但是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的事 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高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要求迅速专好整改 目前企业已经停止生产了 2月19号 都市频道记者再次来到 高安市龙潭镇采访 之前节目中所报道的 江西欧莱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目前已经停止生产 按整改通知 从环境设备 我们整个都在上设施 设施这回 马上进行尾声了 下一步可能就是要验收了 杨潇勇说 由于污水处理设施 未建设到位 之前确实存在 废水直接外排的情况 通过这个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一环境上面 我们也在上设备 肯定要做到达标 不能有 坚决地做到 不能有再次的 这种污水外流 这个包括我们 延伸的一些 其他的 安全啊 什么东西 我们也在同步的 也跟进了 记者了解到 都市频道的 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满甲庸散节目 2月3号晚上播出后 高安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 市委主要领导 要求迅速抓好整改 迅速启动问责工作 并成立工作专班 即刻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 并分头开展各项工作 宜春市高安生态环境局 执法大队负责人 贾小滇说 节目播出当晚 他们就对涉事企业 进行了现场核查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当天晚上 执法大队 以及江泽丹的工作人员 到了这个企业 营用水 这个井水 以及这个周边的 这个头脑 进行了几样 根据这个几样的结果 现在目前都是在 国家规定的 允许的范围之内 经查江西欧兰威半导体 有限公司 在取得还评复批钱 已生产一年多 存在未批先建 违法行为 此外 该企业还未按要求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且未进行竣工验收 未进行固定污染源 排污登记 目前该企业已被 立案查处 并要求整改 在未完成验收前 不得恢复生产 这个事情呢 其实它充分 暴露出了 我们这里面 相关人员的 业务能力水平 还存在很大的不足 所以我们也 准备在下一步 对我们的一些 相关人员 邀请环保部门 派遣专家型能务 来进行一个培训 提升他们的 业务能力水平 加强他们监管能力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 针对此事 宜春市和高安市 坚决处理履职不利行为 龙潭镇人民政府 和宜春市高安生态环境局 被责令做出深刻检讨 多位相关负责人 被给予 戒免谈话处理和批评教育 高安市在全市 开展群众身边的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都市频道记者高安报道 下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成人继续教育 专生本是不少职场人士提升学历的选择 为了让自己的考前准备更加有效率 一些考生会选择培训机构 帮助自己过关 最近南昌的万女士 拨打我们都市频道的热线 079188316800就反映说 前段时间 她也在南昌的一家培训机构 参加了专生本的培训 以为是要省事了 结果却一点都不省心 万女士说 去年7月 她前往南昌一家名为 学颠教育教培机构咨询 对方介绍了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就普通需要参加考试的成人高考 然后第二种就是他们所说的二元制 二元制的话 它是告诉我 是不用参加就是统一的考试 只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那个 那个校考就可以了 然后校考的话 也告诉我没有录取分数线 没有录取名额 让我填满就行 承认高等继续教育二元制 人才培养模式 是近年来我省开展的 以高等继续教育 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获批试点的学校 可由该校自主命题 单独组织考试 也就是俗称的校考 而旧万女士说 当时对方表示 他们与江西科技学院有合作 如果选择二元制报考 考试就是走个过场 只要试卷写满 包准能过 既然对方打了包票 万女士也就不再犹豫 当即报了名 费用是6500元 而经协商后 双方约定 万女士先交3250元 待录取之后补清余款 万女士本以为这样就板上钉钉了 可去年11月份 当她参加完线上考试之后 对方竟然没了消息 然后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参考资料学习 就直接让我上去考试了 11月份考的事 然后让我2月份查学籍 现在也查不到 然后现在也没有人管 21号 记者与万女士一同来到学天教育 南昌消防分校了解情况 该机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 他们并不是在忽悠万女士 而是去年考试之后出现了意外情况 该负责人表示 由于政策变化 万女士才没能顺利被录取 而对于之前工作人员 对万女士打包票的承诺 他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 说包票的话 可能我就是也 第一方面我们有责任 可能是我们的销售 有监管不到位的 然后呢 说责任我们肯定有 只是说这个责任可能是说 不是百分之百 全部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有一点点政策的原因 还有网课费 什么资料费 哪有什么网课资料费的 我们压根就没有 直接发一个那个转考证给你 直接就让我们考试 对此该负责人给出了几种解决方案 如果你的诉求是退费 那我就给你走流程 然后我们就找总部 来欣赏这个事情 总部同意了 那我们就OK了 如果不同意 那我就会协助你 你就走诉讼就行了 需要什么东西我就提供了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你不是说 还可以在你这里报吗 那当你这里报的话 那你有没有折扣 就相当于资偿我的折扣 因为你已经耽误了 也就是说第二个方案 其实说实话 咱们本身还是要升学历的 如果是说去年的原因造成了这样 那我们今年就的意思说 你继续报常任高考 然后只是说学费 不能像原来那个费用了 然后我们相对来说 折一下给你做一个补偿 然后今年会给你一个优惠价 是这个意思是吧 那这个方案 那我就可以给总部去提 我觉得这个方案总部会接受 然后只是说看金额是优惠多少 因为政策变化 二元制被取消了 所以万女士才没能被录取 学天教育给出的说法是事实吗 为此记者电话联系了 省教育考试院承设处进行咨询 我想咨询一下 就是这个高等机器教育 这个专生本这一块 这个二元制的这个是不是取消了 而用于取消 这个是取消决定的吗 随后记者又电话咨询了江西科技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该院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学校的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 今年确实取消了 但去年参与校考的考生依然有效 有考生未被录取 是因为分数没上线 当初在万女士与学天教育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当中 对方明确表示没有及格分数线 而在之前记者的暗访中 学天教育的负责人也是这么解释的 做完分数 说实话 校考的分数他们也抬高了 因为考试人数比较多 他有分数线吗 有328 这样的吗 对 那当时为什么说没有吗 当时是没有 是因为去年考试的人多 学校他已经满额了 就是每一所学校 他都有每年他有一个名额 他们不会 就操了他们没办法去接受 其实就属于操量了 万女士表示 正因为对方做出了承诺 自己才没有做好考试准备 造成如今的结果 而律师认为 由于双方所签署的合同当中 已经有明确的约定 因此消费者可以按照 民法典第509条合同履行原则 提起退费 培训机构 他给出的这种包括的承诺 虽然在法律上 具有一定的不合法性 但是也并没有违反 强制性法律规定 而且是经过在双方 平等协商的技术上 签订的合同 在这起事件中 合同同时对退费的内容 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约定 在考试 没有通过考试的前提下 他完全可以依据合同的约定 主张退回全部的费用 包括培训机构没有提供的资料 及相应服务等相关的费用 据了解 目前万女士正在与学天教育 就解决方案进行协商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昨天上午10点多 在南昌市城南公租房小区里 一位巴训老人不慎摔伤 头部流血不止 未及许客 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 果断伸出了援手 我们等我大约封过 我去点灯扎单就封个撑好不 啊 别别慢点慢点 视频中的受伤老人 双膝跪在地上 一只手撑着墙 额头正在流血 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正巧路过的谢女士看到这一幕 急忙停下电动车 跑上前扶起老人 并试着帮她联系家人 家里没有人 很急 很急 自己都在颤抖了 这个老人家又出了这么多血 是不是 我说 我送你去医院 他说 不去不去 我不去医院 我说 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 我说 这个钱 我会出 我说 也要不了多少钱 他帮忙去 就把他扶起来 扶起来 就买了 买了两点 那个纸 去给他擦 我有点清醒 到处给他 找车子 帮忙送了医院去 几分钟后 谢女士在周边居民的帮助下 紧急将老人送到了附近的诊所 由于并未伤及骨头 医生为老人进行了止血包扎 包扎过程中 谢女士了解到老人家庭困难 还为他支付了三天的换药费 看着素未平生的谢女士 帮自己忙前忙后 老人肖志林 心里也倍感温暖 老人说 今年她已经84岁了 当时因为腿脚不变 在回家的路上 不小心摔倒了 回想起谢女士搀扶起她的那一幕 肖志林的眼角 不禁泛起了泪光 谢女士坦言 事发时服与不服 她的内心也有过担心 但最终她还是用行动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我来讲 其实这真的真的是一件 非常小的事 举手之劳而已 如果是我的家里人 爷爷奶奶或者是摔跤了 爸爸妈妈摔跤了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 伸出援助之手 碰到这样的事情 能帮的尽量帮 能服的尽量服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的 都说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谢宇华能够对陌生的一位人 都能够毫不思索地 施以援手 相信在他身边的人 也能经常感受到 他的温暖和关爱 我们也要感谢 身边有这样的好人 接下来再来带大家 看看庙会 传承了一百多年的 马回岭庙会 今天上午九点 在九江市柴桑区 马回岭镇 隆重开幕了 中断了三年的 线下交易之后 今年的马回岭庙会 再现了从前的烟火器 我们去感受一下 我宣布 2023年 马回岭百年庙会 及第二届 飞翼传承云庙会 启动 记者在马回岭镇中心看到 四公里的长街上 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上千个摊位 把街头站得满满当当 卖吃的 卖玩具的 买衣服的 买农产品的 应有尽有 这位卖酱菜的大哥 来自南昌 他说他期待这个庙会 已经三年了 这是赶庙会嘛 三年都没来啦 到这里赶一下 到这里都能太旺了 到这里玩旺一下是吧 觉得热闹吧 热了热了 卖的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 这位卖油疤的老兄 不仅蹭庙会的热度 还曾经了近期 热播剧狂飙的热度 把我叫我老黄 告诉他们 想什么持续一顿 明白 明明就说了 最近这个电视剧很火吧 我们卖这个 就想卖出一点特点 做出一个网红摊 因为前三年的疫情 然后现在 今年 百年庙会大半 让我们找到 以前的烟火器了 据了解 从清朝末年开始 每年的二月初四 马辉岭周边居民 都会赶大吉 并逐渐演变成 当地一个重要的节日 除了疫情三年 中断线下交易外 庙会每年都会吸引 周边湖北 湖南 安徽浙江等省份的商贩 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做买卖 马辉岭周边十里八乡的人 也会在这一天赶来买买买 今天就来做个乐道 好玩 看到了就买一点 这个跟网上购物有什么区别吗 对 网上你只是看到在湖边 不知道它真实的情况 现场可以看得到它是怎么样的 通过这个庙会找回童年的感觉 感受不一样的氛围 今年的庙会以百年庙会 庙去恒生为主题 也是第二届飞夷传承云庙会 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方式进行 品文化 想美食 看飞夷 赏民俗 让大家不仅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气 也极大的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推进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传承我们的庙会文化 另外还是这个向阳我们的飞夷文化 把我们整个的这个 打向我们马会领百年庙会的这个牌子 同时也是促进我们的商贸消费 据介绍 本次集飞夷文化展演 汉服模特大赛 全民K歌秀 全民游戏互动 马戏表演 特色美食 手工艺品 农副产品展销等多项文化活动 庙会为期三天 将在25号闭幕 都市频道记者九江报道 最适一年春好处 草长应飞2月时 春光明媚 全省各地啊 现在都在抢抓农石 春耕备耕 在吉安市望安县 百家镇黄南村的骑城基地 当地村民正在对基地的骑城苗 进行补苗 施肥 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当地村委及时对这块 闲置山场进行了流转 并采取农户加村集体的经营模式 让闲置山场摇身一变 成了如今的致富基地 我把我家号什么山上转给群里面 骑行基地 每天在这里做事 加上在两个地的那个租金 每年都有 占收一万多 望安县少口乡少口村的 210亩离毫产业基地 迎来了今年第一查收获 预计产值将达到300万元 有一些投贫富 都在这里我们这里住住工 然后他们一年的放 平均每人大概在15000元左右 在九江市虎口县大笼乡花间村 55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大型机械穿梭在田间地头 利用有力天气平整土地 修整鸡羹道 争取在3月底之前 我们交付使用 为群根生散 打下坚实的基础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一企业月薪4万招人 去非洲养鸡 引无数网友跃跃欲试 国主拍女孩削甘蔗哭泣视频 引网报 女孩本人回应澄清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 古方 砖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砖要清红血 梦齐清血八味片 人老细不老 全靠 腰腿好 好 输筋 剑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 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 剑腰丸 对的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博翠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反复咳 弹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 补肺丸 补肺益 只可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弹多弹年 补补肺吧 板腹床 补补肺吧 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其 干啥都给 欢迎回来这里是都市现场五间版 我是郭凯 昨天山东青岛一家企业称 月薪三到四万招聘养机场厂长 工作地点在坦桑尼亚 月薪这么高啊 适应的无数网友跃跃欲试 工作人员说 厂长只要工作经验足够 是可以达到所说的工资标准的 如果是两人实际好的话 那工资一定是能达到的 只要坚持 当地的 就是缺乏环境 跟国内 所以还是有点差别 有的人可能他不适应当地的环境 然后是很干涉 有很多发简历的 但是就是真正合适的 但也不是特别 对方表示 厂长需要工作经验足的人担任 所以不考虑2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应聘 年轻人如果要应聘 只能从基础做起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天网恢恢 书而不漏 近日 在四川省绵阳市的福城区 一名嫌疑人士一路狂奔 想要躲避民警的追捕 究竟是抵不过训练有素的人民警察 最终的追赶了一公里之后 民警还是将嫌疑人 升至于法 2月12日下午 绵阳市公安局福城区分局 公区判处所民警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一名网上追逃人员 在福城区玉营坝一小区附近现身 据了解 该嫌疑人因为涉嫌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于2022年12月 被福城公安上网追逃 人杰和他的同事开车到达现场以后 发现嫌疑人正在过班马线 据人节回忆 嫌疑人当时并没有戴口罩 帽子等遮挡自己的面容 在背对警车后便停留在了原地 心怀侥幸心理 认为警察并没有发现他 随后人杰将警车 停到了距嫌疑人三米左右的地方 刚打开车门 想要对其实施抓捕时 这一名嫌疑人撒腿就跑 然后他转身就往那个小区 把一个小区里面逃穿 我们两个 我和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就紧紧地跟着他后面 一直对他实施追捕 在跑到小区过后 因为那个小区底线很复杂 人员也比较复杂 然后跑到了转弯的地方 现在就开始 东乖习乖地想躲避我们的追捕 嫌疑人想要通过电影式的逃跑方式 躲避追捕 但终究抵不过训练有素的人民警察 在追赶途中 民警与嫌疑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经过两个路口后 这场一公里追逐落下了帷幕 嫌疑人被警方成功抓获 最后他也是跑到开刀速度 明显满下来 跑步拘捕我们了 最后才被我们追上了 追上过后 他也是 也是人夫了 认为在追捕的过程中 确实跑步拟我们公安民警 不光是跑步跑步拟得认输 关键是在接下来的这些行为中 一定要认罪伏法 好好的改造才是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 有关交通安全的事 有这么一家人 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 发生了矛盾 潮起下来是没完没了 后来他们竟然干脆 把车停下来打闹了起来 这种情况是要多危险有多危险 前两天 江苏南通交警 高速七大队 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报警 民警是立刻赶往现场 现场之后 发现一个女子躺在路中间 一个男的带着小孩 在拖拽这个女子 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后来经过询问 是在车上的乘客 他们之间有矛盾 所以在车上进行一个 互相的对骂 欧打之后 生气影响到车主的一个正常的安全驾驶 所以驾驶员将车辆停在一只车道 之后这个情况也是不可收拾之后 在又下了车在高速公路上打闹 民警立即把他们转移到高速路下面 据了解 这辆车总共坐了五个人 为一家四口和其大姨子 刺激说其大姨子 由于吵架酗酒后 在高速上发酒疯要寻死 要保持好自己的情绪 千万不能由于自己的行为 影响到车主的这个一个驾驶员的正常的驾驶 如果一旦驾驶员这个车辆控制不好 特别高速公路上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安全隐患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每个人都会有好奇心 但是好奇心呢 要用在正道上 要有限度 否则的话呢 就会招来麻烦 害人害己 前不久 重庆一名男子杨某啊 就因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了代价 不光是被罚款了五百元 而且还将面临高额的赔偿 2月14号14点50分左右 重庆轨道交通支队接到反应 称有人蓄意破坏 轨道交通三号线 南平车站站台和四公里车站站厅 火灾报警装置 造成火灾应急设备损坏 监控视频显示 一年轻男子在没有遇到火情的情况下 于当天中午的11时34分和12时22分 分别在南平车站站台和四公里车站站厅内 按下了火灾报警按钮 他在暗动火灾报警按钮后造成了声光报警的启动和气体的大量喷上 车站的乘客造成了车站乘客大量恐慌 他发现看到这种情况后 他出于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恐慌 也迅速逃离了现场 轨道交通支队一大队通过大数据筛查 在12小时内将趁乱溜走的男子杨某找到 面对视频监控证据 杨某对自己的行为供忍不讳 表示自己当时是好奇心作祟 没想到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杨某在城市轨道交通站内擅自操作有警示标志的按钮和开关装置 违反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第34条规定 执法人员依法做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同时杨某还将面临高额的轨道设施损坏赔偿 任何人在非紧急情况下不得擅自操作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带有安全警示标志的按钮和开关装置 这些按钮和开关装置在非紧急情况下操作 可能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带来一定的影响 轻则影响车站的正常运营 重则将造成人员伤亡等更为恶劣的后果 据了解 遭到损毁的火灾应急设备价值在24000元左右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评估设施设备损坏的具体情况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某一种炫耀炫技的心理吧 有一种人特别喜欢深夜 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做各种炫技危险的动作 最近重庆警方就调查处理了一起涉嫌危险驾驶的案件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驾驶摩托车炫技的视频 视频中驾驶员在九龙大道上快速行驶 还不断地做出提起车头独轮行驶 双脚交替离开踏板 随意便道等危险动作来炫技 过程十分的惊险 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上之后 引起网友一片指责 得知情况之后 警方迅速介入 很快找到炫技男子黄某 2月17号 黄某来到岐江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接受教育和处理 我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这样 要遵守交通 交规 安全驾驶 黄某某的违法行为 有无证驾驶 驾驶无排机动车 在道路上危险驾驶 他将收到罚款900元 扣留机动车的处罚 近日一则上系明年表演系考生 高考虚达一本线的新闻 冲上了热搜 虽然校方后来回应说 这是一种误读 但是依旧引来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详细报道 近日上海戏剧学院 就明年表演系考生 高考虚达一本线的新闻 做出回应称 需达一本线存在误解 明年学校招生继续遵循教育部相关要求 表演等校考专业招生分数线 不低于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而非一本线 但记者注意到 近些年关于一考类考生文化课成绩的要求 却有逐步提高的趋势 对于此种变化 很多人都表示认同 分数只是一方面 另外就是后续的这些人格的塑造 这个还是跟大环境有关 还是跟他所在的环境有关系 人权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不论做各行各有 我觉得文化是基础 而且艺人他们作为公众人物 存在着一个舆论引导的作用 就是他们自身增强自己的能力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 不久前演艺圈绝望的文盲 一度登顶微博热搜 结合近日来关于录取分数线的讨论 足见近年来大众对艺术人才 学识关注度越来越高的趋势 近年来教育部品出文件 矛头直指艺术类高考 重专业新文化的弊饼 2021年9月 教育部就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就鼓励校考高校结合专业培养要求 加强考生文化综合素质考察 进一步提高考生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 各艺术院校对于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要求 也在逐年提升 专家表示此种趋势一方面是 学校培养高素质文化艺术人才的需要 同时也让那些意图通过艺考走捷径的人 望而却步 有效一直过度的艺考热 既然是作为艺术类的人才 我们还是要从整体的一个人成长发展的 这样基本要求来设置相应的课程 进行教学 比较深厚的文化素质基础上 它的艺术才有可能是展现得更加完美 比方讲跟艺术类的相关的是历史 任何一门艺术它都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艺术 第二方面就是一些基本的哲学 基本的人文包括人类文明的一些理解 再一个对现代的意识 因为我们培养的艺术家一定要有时代感 时代意识 具体上哪些课 各个专业情况不一样 应该由各个学校来进行组合选择 最近一个年轻女孩 站在湖北武汉一家水果店前 一边嚎啕大哭 一边卖力的削甘蔗的短视频火了 这条短视频是由一个自媒体博主发布的 评论里不少网友就说 女孩娇气没吃过苦 是削甘蔗消得泪哭了 还有网友觉得老板人不行 甚至有网友说 是老板让那个女孩已经笑了18天的甘蔗了 所以女孩才会崩溃大哭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一起来看看 哪个还有一个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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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学会的 哪有 这段因误解 而导致网报的视频引发网友广泛讨论 视频里 女孩一边大哭 一边卖力削甘蔗 其实事情发生在2月17号 地点就在武汉市经开区万达广场 金街的一家水果店前 武汉大二女生小葛 过完年在水果店做兼职 小甘蔗时被一位短视频博主拍下视频发布 当天就是周五 明天周末就有一点点忙 同事就去忙别的去了 然后我就去帮忙削甘蔗去了 然后我削了两根的时候抬头 看到了朋友了 然后我就哭了 然后就被那个路人拍下来了 不是累了 怎么可能天天在那里上10个小时的班 天天10个小时就光削甘蔗 除了评论店主阿诚说 视频发布后的几天 还有网友到水果店门前拍照 当着面问他 为什么要让小女孩削甘蔗 这无中生有的网报 已经影响到现实中水果店的生意 其实生活中的小葛性格大大咧咧 是个爱笑的女孩 店主阿诚也特别的真诚 小葛在今阶兼职快两年了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最近有诈骗分子 利用大家的好奇心和ChatGPT的热度 又开始发明出了新的片数 咱们也先来紧跟着了解一下 一方被骗 警方介绍 随着ChatGPT爆火 国内也涌现了一批名字当中 包含ChatGPT的微信公众号 小程序等产品 吸引了不少国内网民 前来使用 但据了解 ChatGPT的开发者 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并没有在我国提供有关的服务 也没有相应的公司运营 有一些山寨的一些小程序啊 或者是APP 然后就是把这个头像换成是跟TrapGP一样的 然后但是经过我们的认证 就是跟他真正的这个回答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的话 他可能是首次使用免费 后面也将会继续收取高额的费用 如果说山寨版的危害只是蹭热度赚流量和服务费 那么把ChatGPT与犯罪联系在一起的行为 就要好好提防了 有不法分子他会利用这个TrapGP 然后来生成与提问者相关的一些链接 然后当你点进去的时候 他就会进行一个就是比较特定的一个攻击 会恶意的就是获取你电脑里面的内容 警方表示不法分子还可能会利用智能聊天软件 拟人的聊天对话能力 冒充真实的人或者组织骗取他人信息 除了存在山寨和恶意链接的风险之外 还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来制造谣言 如果对GDP提出一些阴谋论和一些误导性的提问 他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会产生一些 根本没有任何来源跟就是幸福度的一些言论 所以说大家也要以防这个不法分子利用这个来编造一些谣言 我们还是要以官方为准不传谣不信谣 警方提醒ChadGPT的信息也来源于互联网 而互联网中的信息不一定准确 请市民务必擦亮眼睛辨别网上信息真伪合法合规使用软件 切勿泄露个人信息 同时也请大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首席客户端 开启诈骗预警功能增强反诈意识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最近北京大兴公安局分局的李贤派出所 接到了一位张先生的报案 张先生说有人盗取了自己银行卡里的钱 经过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 事情还要从2023年1月23号说起 市主张先生在准备用钱时发现卡里的钱不见了 仔细回忆后他才猛然想起 一个月前银行卡和身份证丢失 他本想补好身份证后再去挂失银行卡 可一忙起来就将这件事抛之脑后 需要用钱的时候发现卡里没钱了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手机银行 发现是在A下B取了 然后想起我银行卡多了 张先生说 一个多月前由于公司办理相关业务 财务人员将张先生的取款密码 写在了银行卡背面 张先生对此并未过多在意 外出时不慎将银行卡丢失 而且还没挂失 两次取款的时候都进行了伪装 而且伪装的服饰都不一样 在两间不同的银行在不同时间 取走了市主银行卡里的钱 尽管做了伪装 但民警还是根据体貌特征锁定了嫌疑人 同时当嫌疑人出现在银行周边时 旁边都会停放一辆红色的轿车 最终民警在辖区一小区内 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王某交代 自己做了伪装 本想去银行试试运气 没想到顺利取到了钱 于是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又换了家银行 将卡内余额全部取走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大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快速扫描国内省内的名声大事 进入今天的资讯快报 工信部昨天发布消息 2022年 我国锂离子电池产量 同比增长超130% 行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 2022年 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达750几瓦小时 同比增长超过130% 其中储能行锂电产量突破100几瓦小时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 昨天在权威部门化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将加快交通强国建设 并制定实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 重点聚焦 加强现代化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运输服务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 强化交通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提升运输服务质量等十方面内容 为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完善了顶层设计 昨晚7点49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 将中兴26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昨天中国乒乓球队直通德班士兵赛首战选拔赛 在女单决赛结束比拼 现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 以3比0战胜陈信同夺得冠军 根据规则 孙颖莎直接获得了今年德班士兵赛 女单参赛资格 2023年南兰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 第六窗口期比赛 中国队对战哈萨克斯坦队 昨晚在香港拳湾体育馆打响 双方熬战约两小时 最终中国队以71比59击败对手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加油收藏来到辅州市博物馆 贯通东西古丝绸之路货币展 正在展出 今天看到的是 当年古丝绸之路上 新疆于田国货币 江西省医学科学院 附属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三级掩耳鼻喉专科医院 电话07918665个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反复咳 弹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益气 只可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反复喘 补补肺吧 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细力 干啥都给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好 输筋健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健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降薪传承 四百多年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清洗股方 专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梦齐清洗八味片 欢迎回来这里是都市现场五尖板 我是郭凯 今天的加油收藏 我们来到了福州市博物馆 由国家二级博物馆 南昌金九夫钱币博物馆 与福州市博物馆 联合主办的贯通东西 古丝绸之路货币展 正在展览当中 这个展览全面涵盖了 古丝绸之路沿线 各个国家和地区 发行的金 银 铜 锡 合金 等各类材质的近三百枚实物货币 其中包括了公元前七世纪 到公元十九世纪古希腊 古罗马 拜展亭 古波斯 古印度等王朝和地区 铸造的珍稀货币 那今天咱们就先来看看 当年古丝绸之路 在新疆地区最早的自助币 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是叫和田马钱的一枚钱 它是产自于 顾名思义的和田马钱 就出自于我国新疆的和田地区 在古代是古丝裔之国 于田王丘仁所制造的 首先是它的制造工艺就不一样 在我国古代 我国采用的货币制造方法 是模范交注法 在西方就比如说这枚钱 它是采用的是希腊的打压法 打压法其实就是把还没有固化的金银铜 放到开放的模具里 然后用锤子锤打这些材料 和模具完全贴合形成钱币 这有点像我们古代的锻造手艺 当然图案也是很有特色的 有马也有骆驼 为什么以马或者骆驼来作为钱币的图案呢 原来在当时啊 马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和贸易的商品 交通工具自然不言而喻 那为什么要贸易呢 原来中原当时要买一些西域的马 来装备它的军队 就比如现在我们常见的乌苏马 昭苏马 以礼马和汗血宝马等 它的性能都比中原的马要好 因此中原会向西域购买大量的马 所以说于田国便将这个神圣的马 作为钱币的图案 打压在了这枚钱币上面 那骆驼呢 在当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它不仅可以载人 还可以在丝绸之路上运输货物 因此啊骆驼在新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代表 是钱就有重量区分 和田马钱也是一样 钱币的背面写有传书汉字 众念四珠或字六珠钱 在正面图案周围一圈是驱儒文字 有学者译成中文是大王众王之王 都位之王丘仁 所以和田马钱又名汉驱二体钱 和田马钱是新疆最早的自助币 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两种语言文字 所铸造出来的钱币 这就说明了当时的我们的中原文化 对新疆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这枚钱呢在收藏界也甚为罕见 所以说啊如果有收藏家 收藏有这枚钱币呢 那也是十分了不起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多多地 学习历史文化知识的原因 如果说咱们不知道的话呀 看到这样的一枚股钱 只会说哇好秀的一枚钱 但是看了咱们家有收藏的节目之后啊 就了解了这个钱币的锻造 背后的人文历史 甚至说不定呢 您家里还收藏了一枚这样的 珍贵的钱币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陕西这边的故事 最近陕西省文物局发布了 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 重要的考古成果 让网友感叹啊 这盲盒越拆越多了 秦兵马俑陪丧坑 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 一组大型陪丧坑 其中一号坑面积最大 达到了14260平方米 2009年至2022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对一号坑进行第三次发掘 发掘面积约430平方米 共清理陶勇220多件 陶马16匹 战车四胜 鼓两处 鼓锤一处 七钝一处 龙扶三处 兵器壁多处 工奴剑扶多处 车马器 兵器 生产工具等共计迁余件 发掘表明 永坑的木质结构 是由地幅 立柱 方木 棚木构成的框架式结构 较其他陪丧坑 由垫木 地板 立柱 香板木 棚板木构成的 香果式 显得技术原始 据此认为 兵马俑陪丧坑 是陵园中修建较早的一组陪丧坑 这次发掘的 永坑内的长兵器 主要为 P与基 短兵器可分辨出 两种青铜剑有等级上的区别 远射兵器解决了 勤木的使用问题 防护设备 清理出 永坑中的第一面盾牌 指挥设备 清理出 鼓与鼓锤 在永的等级 与军阵方面 明确了特殊永的职能 初步搞清了 军阵的排列规律 在车鼠遗迹方面 清理出 龙斧等遗迹 并判定 其为车配置 装纳杂物之气 并非马槽 发掘显示 陶永制法 取得新突破 明晰了陶永的制作程序 永的双臂单独制作 在陶永躯干完全制好 并且二次复细泥 细部雕屑完成后 才接双臂 乌勒公民 有其具体实施的范围和程度 不同的产品 有着不同的质量要求 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 也有了新突破 截至目前 已经修复陶永 140多件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全省72小时内的天气情况 南昌今天多云6到13度 明天晴5到15度 后天晴5到13度 九江今天阴转多云3到8度 明天晴2到12度 后天晴0到11度 宜春今天阴转多云4到11度 明天多云4到14度 后天多云3到15度 平湘今天阴转多云4到11度 明天晴5到15度 后天晴4到15度 新鱼今天阴转多云5到10度 明天晴5到15度 后天晴5到14度 浮州今天阴转多云6到16度 明天晴4到16度 后天晴3到14度 阴潭今天阴转多云6到11度 明天多云转晴4到14度 后天晴4到14度 景德镇今天阴转晴4到11度 明天晴3到16度 后天晴3到14度 上昭今天晴4到10度 上昭今天晴4到10度 明天多云转晴3到14度 后天晴3到15度 吉安今天阴转晴7到11度 明天多云转晴5到15度 后天晴4到16度 赫州今天阴转多云7到14度 明天多云转晴6到16度 后天晴5到18度 南昌今天多云6到13度 明天晴5到15度 后天晴5到13度 近日家住浙江省上兴市 越城区的孔大爷 在用餐的时候 一个不留神 勿吞了一块 长约55厘米的鸡骨头 这块鸡骨头 是正正好卡在了 孔大爷的食馆内 险些酿成大祸 75岁的孔大爷 在家中用餐时 不慎将一块鸡骨头 吞进了喉咙里 起初它没当回事 但隔天喉咙和身部 出现了明显的疼痛 吞咽也成了 孔大爷听了妻子的话 大口吃起蔬菜 试图将卡在喉咙里的异物 带入胃里 可惜事与愿违 异物感非但没有消失 孔大爷还越发觉得难受起来 不久就出现了发热 呕吐症状 家人第一时间将其送至医院 食道CT显示的结果 让众人吓了一跳 异物是看起来很锋利的 将食道已经穿孔了 包括重隔里面 就是我们在心上旁边的一些部位 有一些机器 还有一些感染的迹象 庆幸的是 肌骨头并未损伤到大的血管 不过食管异物穿孔 合并重隔感染的患者 死亡率高达50%以上 加上孔大爷体温 已经伸到了38.5摄氏度 脉搏100次每分钟 各项指标提示 情况紧急 医院当即决定进行手术 深入食道静以后进行探查 发现食道里面 有大量的食物的残渣 把整个食道堵塞了 击骨头卡在食道的壁上 已经穿透了食道 还有食道旁边 有大量的农业的渗出 那么这就提示有食道的窗孔 那么是个完整的 将食道的取出 这时候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就只能用剪刀 把那个肌骨头来给剪断 那么分块地给它取出 由于孔大爷年岁较高 术后生命体征欠佳 而且纵隔感染仍然存在 术后 他被送往重症监护病房 进一步治疗 如果说感染家种 纵隔感染家种的话 我们需要把颈部都要切开 甚至需要胸腔进去以后 把这个纵隔切开 来引流 当然通过我们去抗感染 保守这些营养支持 保守治疗以后 病能慢慢好起来了 术后第三天 孔大爷复查了胸部CT 显示其纵隔甚出减少 感染症状明显减轻 顺利从重症监护病房 转入至胸外科普通病房 经过后续十多天的治疗 孔大爷已经康复 准备出院了 医生也再次提醒 出现异物 卡侯还是应该第一时间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民间的一些惯用方法 并不可去 如果是有异物 不慎卡住喉咙 或者甚至更深的地方 请不要用这种饭菜 或者是其他的醋 去吞烟 试图将这个异物 给它吞下去 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有可能会导致异物 卡到更深的地方 甚至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您吃过机器摊的煎饼吗 在北京市西城区牛街地铁站口 就有一个会摊煎饼的机器人 咱们去看看他的手艺怎么样 上午9点 记者在牛街地铁站东北口看到 这个会摊煎饼的机器人 就设在闭口外的下沉平台里 占地两平方米左右 顾客扫码后 依次选择要不要加火腿 要不要辣和葱花香菜后 即可下单 机器人清理台面 倒面糊打鸡蛋 撒芝麻 然后翻面刷酱 放薄脆 撒上葱花香菜 三分钟后即可端出一份煎饼 我感觉还是挺新奇的 就是想来体验一下 这个的时间到我取它的时候 接近要三分钟 可能和人工的比起来 就是时间上稍微的要慢了一点点 为了体验机器人摊出的煎饼 这位女士等了半个多小时 和人工的区别 就是首先 那可能那个摊子的味道没有这么大 就比较干净一点 然后就是制作上来说 可能就是没有人工的 就比如说 他遇见一些粘边的情况 人工就会更好的把它给弄过来 但是这个机器的话 目前没有这么的智能 记者看到 因为购买煎饼的人多 机器人准备好的面不够用了 机器停止了运转 工作人员表示 要想等到和好面 需要40分钟才能继续 我们现在是一天100张 摊完我们就结束了 大概其实在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之间 我们是机器人 但是不是完全不需要人工 是需要人工上料 它的清洗 包括一些个正常的运维程序是需要的 只是我们在它制作的过程中不需要人 工作人员介绍 相比人工 机器人实现了标准化制作 每台机器人每天可完成400套煎饼的制作 目前北京正式开放运营的就这一台 在现场 大家对机器人煎饼的态度不一 有人认为机器人摊煎饼更干净卫生 口味也有保证 有的感觉酱料有点少 薄脆也不是大块的 有点影响口感等 现场负责人表示 他们正在逐步改进当中 稍后您将看到 县城一段100米左右的道路没有硬化 路面坑派难行 您的烦心事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跟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间版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骨方 砖药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砖药清红血 孟奇清血八味片 常言道 人活九十九 全靠好牙口 中老年人缺牙松牙老掉牙 尽早修复刻不轮缓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江西广播电视台影视旅游频道 江西广播电视台公共农业频道 携手德亚口腔 全省寻找缺牙人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会诊费 一律取消 同时德国种植牙 种一颗送一颗 再送终身聚宝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 不限年龄 不限缺牙科数 赶紧报名 报名日线 0791-8812-8777 0791-8812-8777 活动指定南昌德亚口腔 种植牙 认准德亚 筋骨疼痛 脉不开腿 直不起腰 筋骨疼痛 扭不动脖子 抬不起肩膀 喝红毛药酒 麻烦筋骨疼痛 就选红毛药酒 祝您筋骨有力量 生活有质量 反复咳 痰 痰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 补肺完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痰多痰连 补补肺吧 反复喘 补补肺吧 补肺完 补肺肺功能 肺部有息 干啥都给 欢迎回来这里是都市现场五肩板 我是郭凯 为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 宜春市宜丰县总投资6.5亿元 有序有力推进城乡县乡应急医疗体系建设项目 记者在宜丰县新昌卫生院改扩建工程项目现场看到现场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同时 宜丰县还加速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配备和升级改造 在车上卫生院记者看到 崭新的院楼 干净整洁的走廊 标准化设置的科室 先进的医疗设备 病房内宽敞明亮 输液室也换上了全新的座椅 医院就医环境得到大大改善 宜丰县进一步加速推进县乡医疗体系建设项目 改善城乡居民的应急医疗条件 增强对传染病的识别监测和防控能力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我线县乡应急医疗体系建设项目 总投资6.5个亿 目前已完成无所改扩建 宜丰台黄立真报道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干问热线曝光台 南昌县的王女士反映 在迎兵中大岛 鹿桥隧岛工程公司后面 有一片很大的空地 被人种了菜 离居民区很近 味道难闻 希望得到关注 上楼阎山县的张先生反映 河口镇城西河口茶厂附近的工业七路延伸段 大概有一百米长的路段没有硬化 其他路面都是水泥路面 通行的车辆比较多 就这一段路坑蛙难行 雨天一地泥 辅州乐安县的谢先生反映 他是乐安中大府小区的业主 小区电动车充电都是露天充电 下雨很担心会漏电 很不安全 日前 简安太和县马市镇属口村六祖的彭先生反映 他去年12月份年满60岁 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时 因结婚证遗失 工作人员让他去补办 结婚证补办好后 材料上交了 最后被打了回来 说需要提供以前结婚证原件 现在彭先生不知道怎么办了 节目播出后 太和县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 是通知完善相关信息 并没有说打回去 现在材料已经全部进行了申报 日前 南昌市东湖区的张先生反映 横丽舌山酒吧小区门口是一个钉字路口 门口舌山路每天车流量很大 车速也很快 经常有电动车在这里被撞 他希望能在小区门口设置减速带 节目播出后 东湖交警大队民警回应 经过研判 在小区旁边的玉带和路口 已经安装了减速带 小区门口也会向区里申报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您要说的是什么事 我是中澳乐平市 中澳华安天月的业主 我们小区 当时买的时候开放商承诺 会在东大门修一条辉花路 然后这条路是通往我们实验学校的 但是这条路迟迟未开工 然后小孩子上学就路很难走 你们交房有多久了 这条路还没有开通 有多长时间了 交房两年了 两年了 完全是没有在施工的状态是吗 没有 有没有跟他们反应过 就是他们有没有说过这个项目 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开始呢 相关领导他是承诺去年的时候 说是开工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到现在还没开工 然后小孩子上学 上学嘛 就比较困难嘛 是道路比较泥泞 比较难走吗 下雨天 对 还是泥巴路 最旁边是泥巴路 好 了解了 那我们回头呢 会把这个问题跟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 看看这条路呢 到底是应该是属于哪个部门 或者说哪个单位可以来进行修建的 是不是有把这个项目提上日程 然后呢再最好呢 能跟你们沟通好 形成一个时间表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小区的孩子们上学呢 有一个非常妥当的安全的路可以走 那么感谢您的来电 屏幕前的大家呢 如果也有这样的麻烦事 烦心事 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 0791-883-16800 我们将随时为您解答您的难题 再见